转载400号作者,赛赛的动漫世界SMLZ在对峻FPX比赛中,拿到1500杀,网友,他算是故产ADC,有排面,老子一直在LPL基本都稳定前3ADC,虽然有时有消滑,但都不会跌出前5,毕竟原来在OMG是绝对的核心。 SMLZ成LPL历史上第4位1500杀先生前3位分别是UZI现在已经用霞2000杀,ROPLG1500杀,酷,今天RW对峻FPX的比赛中,SMLZ维鲁斯拿到自己之印生牙1500杀,我们知道,想要拿到这项荣誉,一点也不容易, 因为这批人要么是孤儿怨怨掌,要么是队伍整体实力强,自己也被Carry然后导致KDA都偏高,Rookie虽然S5才加入LPL,但他的数据一直都是很好看的,上个赛季的IG一直都有他Carry, 这可能也是SMLZ维S赛,最近的一次他之前在的M3,可以说已经算是中上游顶尖队伍了,队内选手也都是顶尖,但一直没机会进S赛,之后加入OMG更是最好成绩就是四强, 加上那时候有内战之王EDG,自己也就很少有去S赛的可能,直到转会RW,一直连胜稳坐西部第一,今后再稳定四强,加上春季赛季军武持积分,他们很可能进入到S8,另外SMLZ会玩的英雄很多, 不仅是烈平A流ADC大嘴为鲁斯,既能型ADC卢西,俺也是得心应手,对性也凶,团战总能力瓦狂澜,在国产ADC绝对算得上顶级,至于老贼以后的路,我还是希望他一直打下去。